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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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获得修行的重点 有一个世众愿意 这样说 一个修行人 理心是不是流乱 就可以看到 它与有得到主佛 菠萨的价值 可见 心体是不是流乱 是修行好败的重要标准 地心 地心 地心有得修行 地心吃 是只性室 率真自心 也就是 无虚伪 无参修自心 无参修自心 地心的人 他的心情正直 公明率 无参修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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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十一天 及人想厅 永远 又却是 给人見宅 奔修自心 深复睡 暗日上年丁显尾 所以在心的人 也就轻向心聚如一 健行一地 在探青丁屋室 也比较保留 福后一个骑士精神 中国传统如价所说的君主 磁蝟 以及中国世界厚洲的骑士 就鼓鼻地心这项评计 拥有得心的人 不然为正人所见爱 在辅导来的身体上 也都特别喜爱 有入手得一个地图 地心的人对护发来感应会比较冷敏 当时也有生体胜缘 修行者心是鼓鼻地心 对于修好复发非常重要 地心者是华气 白亚择阿汉经元 以地心国 地法 地技 地清禁卒 由台立万经共 以地心国 面卒地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法严经立法改品源 因正在心 健身体色 随身技巧 正中生间 入衣刷刷 出重油草 为乎发起 入海豚流 可见 旧一地心的地图 这会可以用手正法 入海豚流 中文字幕志愿者 如何培養在心 保佑经记载 无色修行 得実在心 旧母老师说 在心 生是心也 发心指数 受益生死 这些说明交流做作 厳修 吃好是在心电脱拜 因此 祈祷虚为险修 是実在心 修要条件 在日常生活中 爱时时恰恰 提亲自己 在心 机与 丁头爱祖连 帅心 真性怠人 尽可能 逢下宿佑 临后分辨 在与圣地石 讨论符合的时候 不得服装 由这是尾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初不断提亲自寄 救理救治的习惯 自然形成故障 这是修法菩萨行者 应该做到的 这三个视频 不许致 才不敢 许致 心理 精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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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上 通 无操作 也无缘 正水流通透 离无造改 所以经文 地心黏着可免状苦 故障也说 一条线地心不造纪录刻 缓缓缓缓 similarity 缓缓缓的怀恶 会申请很多会带的心理问题 尽力英雄良善的心靈性化 这样的人绝对不得到疲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推广佛教文化 培养人文胸怀 认识生命本职 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 护名中华应景协会 台中光明山佛恩寺 起见第二届护国千佛三坛大会 时间113年3月3日起 至4月16日止 农历1月23日起 至3月8日止 共45日 地点台中市太平区 长龙路三段166号 驾询电话 04-2270-2077 04-2270-2077 导盲犬会定期健康检查 不用担心传染病的问题 它们专心工作的时候 千万不要打扰 甚至是触摸喂食哦 根据法规 导盲犬可以进入任何公共场所 记得要对它们展现友善欢迎 期待大家更了解导盲犬 导盲犬也能感受到大家的友善 营造友善导盲犬环境 视障朋友行走更放心 听命护子的猴妈妈 在印度 猴子是非常神圣的动物 印度人对猴子敬爱有加 因此经常会看到许多猴子 在城区晃荡行走 我的孩子 你别为着妈妈转了 来 过来 妈妈给你梳理一下毛发 好舒服哦 这些猴子在城市里这么跑来跑去 难道就不怕有危险吗 虽然这些猴子非常顽皮 也会经常偷当地居民家里的食物 不过我们是不会过分为难它们的 毕竟猴子在这里是神圣的动物 就算居民不会为难它们 可是它们这样随意在街上跑来跑去 万一发生交通事故 那要怎么办啊 哎呀 这也太危险了 是啊 这也是我们非常头痛的问题 就因为这些猴子 经常毫无顾忌地在马路上乱跑 所以 在这地区开车 一定要小心 车速也不能太快 可是 即使是这样 偶尔也是会发生危险的 房顶上的一只小猴子 看到别的猴子 在津津有味地吃着香蕉 也馋得忍不住流着口水 哇 这个香蕉可真甜啊 是啊 这么好吃的香蕉 我们当时应该多拿几个才对的 孩子 怎么了 你也想吃香蕉吗 嗯 妈妈 你也帮我去找几根香蕉吃 好不好呢 好啊 不过 你要乖乖地 在这里等着我 可别乱跑哦 会的妈妈 我会听话的 你快去吧 我一定不会乱跑的 突然 小猴子看到有人拎着一袋子 刚刚从集市上买来的香蕉 在马路对面走着 一见到香蕉 他便将妈妈的话 抛在脑后 哇哇 是香蕉 太好了 我去拿两个 自己吃一个 给妈妈留一个 哎呀 不好 这只小猴子被机车一下子撞飞 然后重重地摔在了路上 晕倒在那里 无法动弹 真倒霉 竟然撞到了一只小猴子 看来他是被撞晕过去了 喂 小家伙 你醒一醒啊 看来这只小猴子伤得不轻啊 可能死掉了 我想他只是晕过去了而已 不过要赶快将他带离路中间 否则万一被路过的车压到 那可就真没命了 就在这个时候 猴妈妈出现了 孩子 我的孩子 猴妈妈赶过来后 便朝着机车骑士 发起了进攻 机车骑士抵挡不住 便急忙逃走 不准欺负我的孩子 不准欺负我的孩子 哎呀 这只猴子疯了 快住手 你快给我住手 看来这是那只小猴子的妈妈啊 是啊 要不他也不会这么冲动地跑过去 袭击那位机车骑士 幸好机车骑士戴着头盔 否则他可能会受伤的 就在这个时候 更大的危机来到了昏迷在路中央的小猴子身边 一只饥饿的流浪狗 发现了他 一只猴子 真是太棒了 我整整一天没吃到东西了 这只小猴子够我饱餐一顿了 哎呀 你看 那只流浪狗想做什么呢 他好像是要吃掉那只小猴子 啊 不行 我要去救救那只小猴子才行 天呐 这只狗可真凶啊 是啊 听说前几天 这只狗还咬伤过人呢 我看 我们还是别惹他的好 就在这只饿得发疯的流浪狗 准备吃掉小猴子冲击时 猴妈妈追完了摩托车 又回到了小猴子身边 离我的孩子远一点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快给我闪开 否则我连你一起吃掉 不准你伤害我的孩子 天呐 这只母猴子竟然敢和这只恶狗打架 这就是伟大的母爱 是母爱的力量让他不顾一切地冲过去 现在他心里只有一种想法 那就是自己的孩子不能被伤害到 是啊 由此可见 动物也有丰富的感情 有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爱 着实令人感动 猴妈妈拼尽全力 攻击着那只凶恶的流浪狗 最终 这条流浪狗受不了攻击 只能落荒而逃 这只该死的母猴子 简直是疯了 快离开这里 不准伤害我的孩子 孩子 我的孩子 你快醒醒啊 妈妈 妈妈 孩子 刚刚你可把妈妈吓坏了 小猴子被车撞倒后 昏迷不醒 如果妈妈不在身边 她根本无法反抗 只能成为流浪狗的食物 猴妈妈拼尽全部的力气 才将孩子救了出来 她表现出的母爱 让人动容 动物之间 也有珍贵的感情 每一个生命 都有存在的价值 让人动物之间 闪想一路